今天是10月5号 A股还在放假 但是对股民对鸡民来说 可以说长假非常的难过 忧心忡忡 为什么 因为在长假期间 爆出了很多的大瓜 都跟股市有关 那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还会申购基金吗 你还敢买基金吗 你还会不会去买基金呢 但是这些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一些事 爆出这些大瓜 那通过这些大瓜 我们要分析背后的原因 如果你知道这些原因 我想大家就清楚了 就明白了 我到底还要不要去买基金 然后 近期爆出的事 可以说让股民非常气愤 让鸡民非常难过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一些基金经理 在近期离职的 而且这些离职的基金理 可以说是在行业里面 属于大老级别的 一亏都是上亿10亿的 甚至亏了最多的一个基金经理 这几年的时间 这几年是亏损了超过了200个亿 这是广大鸡民的钱 广大股民的钱 他亏损了那么多 那么 亏损那么多 对这个事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通过这几个事件来做一个分析 大家就明白了 第一个是什么 之前些天我跟大家说过 某一个基金大佬 某一个私募大佬 对不对 他旗下 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是负的 而且负的多少 负了60% 这是什么概念 对吧 100万进去直接变成什么 变成40万了 这个亏损幅度可谓大 那很多人就问了 我自己操作都不会亏这么多 那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幅度的一个亏损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会走出一个极端 什么极端 赌 赌某个行业 就是说他看好某个行业 去下重本去赌 但是赌输了赌错了 结果是满盘皆输 或者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加了杠杆 很有可能 所以传出这个事件 当然这个所谓的大佬也传出了二号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相关信息 另外一个我记得在前期的一个视频当中 我跟大家举过分析过一个事就是什么 前些天我问大家 为什么大家不愿意胜购基金呢 对不对 跟大家讲的这个原因 就是我们的菜经理离子可能给出了答案 大家去看一下那个视频 菜经理是什么 若安基金的一个什么 一个顶级的基金经理 他突然离职呢 他离职的原因其实大家都明白 他旗下多只产品都是巨亏的 亏损的幅度好像是在这几年 亏损的幅度已经达到了10个亿以上 但也不算特别多对吧 整体来看亏损的话在10个亿上 可是这不是关键的 关键是什么呢 他亏损了10个亿 他这几年的时间还收了16个亿的管理费 哎呀 这个股民基民一看就想不通了对吧 我这里亏了钱 我还给你加那么多管理费 那你想想 股民基民的日子是不是非常难过 可以说是什么水生火热当中 但是基金或者基金经理的日子是不是很很好过 为什么 大把大把的钞票再进他的口袋 他该有的 他该得的一分都没少对吧 可能这么说股民在亏钱 基民在亏钱 他早已实现了财富自由 但觉得是还是不是 所以蔡经理离职以后 我说这里 很多人不愿意买基金 可能就给出一个信号 给出一个答案好 这一步马上又爆出大瓜 就是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基金大佬 这个是行业里面注入到最头 狗经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狗经理的话 他是曾经最高峰的时候 旗下的一个基金的整个管理的 市值达到多少 1000亿以上 你想想1000亿的规模是什么代表什么 但是他在这10年十来年之间 他管理的规模是很大的 那并没有为什么 为股民为基民创造收益 他在这10年左右的时间 他亏损了超过200个亿 朋友们 他每他管理的基金份额 最高的时候达到1000多个亿 但是他在这些年 不仅没赚上钱 还亏了200个亿 这什么概念 然后大家熟悉基金的 可能会知道所谓的狗经理 他最喜欢的是什么 是哪个行业 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去赌 赌单独的一个行业 结果赌错了 那不仍一样满盘皆输吗 关键这个是 后来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他收的管理费手续费 至少达到了多少 大家可能会发现几十个亿 是吧 你想想他管理的规模是这么大 他的管理费用 是不是达了几十个 几十个亿的一个目标 问题是这两天又爆出了些大瓜 他有一些产品他什么 他放掉了他离职的 他不管了 哎 聚亏对不对 聚亏后他大不了我就离职 我就辞职 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 聚亏到底是谁来买单 是不是基民买单 是不是股民买单 他大不了离职 可是你会发现背后的一些猫腻 什么猫腻 他是不是在这期中获得巨大的收益 对吧 可能这些所谓的大佬 他们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 为什么我们的基金会出现 带这么大幅度的一个什么 一个亏损 其实这里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的所谓的一些基金 这些基金有没有跟上市公司 有没有跟其他的一些机构合谋 去什么完成这个接盘的目的 很多人会发现很多股票 尤其是高位股票 有大量的基金在买入 有大量基金在接盘 那么是不是存在背后的猫腻 所以随着这几天 报数的瓜越来越多 我觉得大家以后还是要谨慎点插量引擎 并不是所有的产品 所有的基金都能够随随便便买 并不说这个基金不行 基金不好 有些基金还是不错的对不对 你看一下至少在这三个月 左右的时间 有一些基金它还是上涨的 当然如果你看一下这些基金上涨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压 一个压一个赌的节奏 赌对的 赌啊 你就吃肉赌错了 同样你也吃面 你看一下 涨幅板排名前几的 这几个都跟什么有关 大家仔细看一下都跟石油有关 所以这段石油是因为石油价格的暴涨 相关的基金起来了 如果说如果说石油对不对 不涨的话 这些是不是也没收益 但你看一下下面的这些基金 下面的这些 它的收益大不大 所以我们看一下后盘你会发现 哎呀 基金在三个月以来 你看跌幅在什么 十几个点的一大片 这里也侧面的反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的基金 它其实是什么 也是跟我们的广大股民一样 他吃的就是什么 就是市场的一个所谓的 这个行情 大盘涨 他们可能也会涨大盘跌 同样的他也会亏钱 所以朋友们啊 你要记住一个事啊 不要盲目的去相信人家啊 股票投资基金投资 我们觉得还是要什么 还是以自己努力学习 以后不断的提高为主 曾经啊 我跟大家说过一个事啊 就是说这些基金也好 这些私募也好 包括再大资金也好 其实说白了啊 他们的操作并不是百分之百会正确的 并不是所有的操作都是对的 同样的原理 他做的其实就是一个概率啊 你概率高了 哪怕你是散户 你也能够赚到钱